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食物加工之前 需要去皮 骨 和种子 大而硬的食物需要切成小块 和煮至软熟 对于蔬菜 选择较软的种类 例如冬瓜 红萝卜 绿叶蔬菜 而不好选择较硬 带有粘性 和橡胶状的蔬菜 例如鱼衣甘蓝 莲藕 芹菜 又或者粟米 对于肉 鱼 蛋 和它们的替代品 选择没有皮 没有骨 例如免治猪肉 鸡丝 小块的嫩牛肉 鱼片 鸡蛋 圆豆腐 避免使用坚硬 需要照好耐 又或者带有骨头的肉类 例如牛小腿 鱿鱼 排骨等 一些蒸 煮 等等的烹饪方式 可以令食物保持湿润 有利于烹饪后的食物加工